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 民主与专制这种分析框架 这种范式已经过世了 既解释不了中国 也解释不了美国 也解释不了整个世界 什么范式可以代替呢 我就说 我提出良政还是劣政 我觉得这个范式要好很多 良政指的就是良好的政治治理 劣政就是恶劣的政治治理 当然政治世界要复杂得多 很多国家处于两者之间 但作为一个分析框架 我想是可以成立的 那么最近美国政治中枢神经 美国的总统府白宫 变成了疫情重灾区 我想这是劣政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么10月1号 特朗普总统夫妇被确诊阳性 随后一周内 先后至少有34名在白宫工作 或者去过白宫的人员被确诊 包括许多高级官员 对此美国这个抗议队长 福奇都看不下去了 他很肯定地说白宫内出现了 超级传播者事件 英文叫Super Spreader 那么他在接受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是说 我认为数据已经不言自明 白宫发生了超级传播者事件 当时人们聚在一起 而且都没有戴口罩 Were you surprised that President Trump got sick? Absolutely not I was worried that he was going to get sick when I saw him in a completely precarious situation of crowded, no separ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almost nobody wearing a mask When I saw that on TV, I said, oh my goodness nothing good can come out of that that's got to be a problem and then sure enough it turned out to be a super spreader event 什么是超级传播者呢 一般认为一个新冠肺炎的患者 可以传染给三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 就被看作是一种超级传播者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这个电视台的解读 就福奇指的是9月26号 白宫举办提名大法官候选人 巴雷特这个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照片显示 当时现场大约有200多名嘉宾 基本上都没有佩戴口罩 而且相互握手拥抱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那么到10月9号的时候 已经有12名参加过 这个9月26号白宫活动的人 陆续确诊 包括特朗普夫妇 包括他的这个竞选顾问康威 也包括前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 白宫新闻秘书等 那么这反映出来就我讲的 治理水平低下的问题 首先是不合时宜的行政管辖制度 举行这样的活动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这个叫哥伦比亚特区是被禁止的 但白宫这个地方属于联邦的用地 所以不是属于这个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管的 那白宫成为疫情防控的例外 这就我经常讲的 美国这个政治制度的安排 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 当时美国还是农业社会 今天这套制度已经严重不适应 21世纪现在社会的挑战了 那么其次就是政府的认识水平和这个 或者叫政府的认知水平和专业能力 因为治理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专业活 尽管美国媒体大量报道 这个福吉的这段话 这些评论 白宫依然迟迟不肯对 9月26号的活动参与者 进行这个追踪 而且拒绝美国疾控中心的帮助 那白宫发言人这样说的 过去啊有些去过白宫的嘉宾 可能之前就测出阴性 后来又测得阳性 所以啊关于病毒什么时候进入这个环境 某种程度来说 可能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那么这番话引来了大家的不满 如果谭塞奖请中国帮忙的话 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专家都可以给白宫指点 如何厘清这个传播途径的 我上次在这句中国节目中也讲过 这个美国总统府白宫这个防控疫情的水平 还达不到我们任何一个住宅小区的水平 达不到我们高速公路上服务区的水平 这就是列证毫无疑问 去华人邮报的报道 从特朗普确诊开始 美国激共中心就提出 协助白宫开展密切追踪的工作 但白宫拒绝 理由是目前人手不够 那么彭斯副总统也坚持 9月26号这个活动是户外活动 因此不属于超级传播 但事实上当天活动也有一部分在室内进行的 彭斯本人是美国抗击疫情领导小组的组长 讲话都如此不靠谱 所以美国疫情防控怎么能不荒腔走板呢 美国这次疫情防控的失败 背后是治理能力的溃败 其特点就是不科学 不专业 不现代 不顾人民的死活 这个事部只能用劣政这个词来形容 英文叫做bad governance 好 现在暂时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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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